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爆破服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你们好 今天是2023年3月26号星期天 奴隶,运2月初五 今天的主要年龙有华人天肥店 早期是亚马逊改变生活规则 加拿大侵流感蔓延 老警员酒家被安生追回 大批被盗沉,安生终止 无医报医疗,克劳普抨击拜登访问加拿大 运年7月早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论 华人天品店早期是 在华人居住城市列治文新开的一家天品店 一名带着自行车头盔和语具的白领男子走进店内 要求借用设数 这家店其实还在试用营 店员也让他进去用 结果不知道他多了哪份金 跟店员抱怨菜单英文不顾多 这人一脸不满地为上前来询问的服务生 你是加拿大人吗 服务生一件是来挑事的 不想大理也没有只剩 做了个让他离开的手势 结果这人活了 别做这个手势 这太不追踪人了 这人不依不饶地追问你 我再问你问题 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 那就回中国去 有人认出这人是叛逊 而在过去几年就多次在当中做出类似种族歧视的举动和发表言论 随即找一二一名人可能来吵架 这位挑事的套路也是很固定的 每次都会质疑对方是不是加拿大人 然后建议回中国 还自称是一名律师 律习省律师协会 明确表示 均正宗警告 要求韩孙停止进行此类陈述 亚马森改变送货规则 事实上没有真正免费这回事 在成本判身和电脑商务搜索之际 亚马森使用的所谓免费送货服务 来培养客户忠诚度的在线零售上正争先恐后的采取措施 以保护利益 亚马森等公司正在为更快的服务增加费用 提高最低购买的要求 并做出其他改变 将更多成为转给同样面临着高通胀的消费者 看不对指零售顾问公司管理合伙人 在谈到这一快速变化的营销工具时说 免费送货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零售商开始变得更像一些航空公司 或者对更好的作为行律托益收费 大多数人用商提高产品的价格已补贴免费送货 这是一个公开秘密 然而产品透过膨胀和运输成本与悲涨 正在使这项服务变得不可持续 与经济衰退的前景 有可能是已经下滑的在线消费受到冲击 亚马森将免费送货作为一种差异化营销手段 并利用Program订阅和其他业务丰富的利益 来承担其包括运输成本 亚马森最近将普拉美免费结高了20美元 现在至少在十几个美国城市 为会员提供当日免费送 但不价条件是定贷金额不低于25美元 加拿大侵流感蔓延 侵流感继续在加拿大蔓延 让一些专家担心 它有可能在人类中变得更容易传播 并有可能引发另一种次大流行 目前在北美和南美流行的 它已经杀死了 换记录数量的鸟类和受感染的部落类动物 密西萨加 布兰姆特 万里等人口密集的地方都有很多鸟类死去 仅在阿圣堪内的一个地点 一天就发现了几百只死亡 而且数量还在增加 万锦的几个水域也张起了高尸 急速清流感感染区域警告居民避开 虽然人类病例仍然很少 但瓜葛大学的教授说 这种病毒正在叙事待发 对人类的威胁越来越大 这种病毒在人类中 判破的威胁正在侵察 这种特殊的病毒 有可能成为一种大流行病毒 如果它真的发生 那么必须做好准备 这种病毒的死亡率可能远远超过 在新冠中看到的情况 麦克马斯特大学的 感染病研议所所长说 帮助阻止这种病毒扩散 形成危险的东西 和观念是确不 这种病毒没有机会适应 所以它首先不能传播给人 这种禽流感 于2021年12月首次出现在加拿大 那时期 它经历的散播 加拿大视频检验与 汇编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有1829起动物禽流感 血病和疑似病例 老警员酒驾被 多伦多警察部队一名 已经工作14年的老员工 正面临着 获获酒驾在内的多项者 3月20日凌晨3点45分 一名性感警察 在沙特街上 在此撞上了一辆情况的汽车 然后继续难行 起初 该司机 在警察找到时没有停车 然后在近两公里外的街区停车 调查人员说 该司机在被逮捕后 预约接受酒精测试 老警员Michael被指控 放有危险下 未案会定停车 预约接受酒精测试 酒户驾驶和肇事逃走 安一省追回大批被盗池人 就在皮尔西警方 捣毁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汽车盗汽 干活的几天后 奥腾区警方掠视 他们也找回了24辆 准备在迪拜重新销售的被盗汽车 汽车盗汽特别小组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和皮尔区警方合作 在摩洛哥追回着这些车辆 警方在新闻港中说 这些车辆是在摩洛哥过境时被拦截的 后来被送回加拿大 这是在摩洛哥查获的 规模最大的加拿大被盗车辆 这些车辆主要是利用重新编程的盗汽车 乱罪嫌疑人进入车辆 会重新编程点火计算机 从而使他们能够重新使用新的药车 盗走车辆 一旦车辆被盗 要么会开到蒙特利尔港 要么在多年多会装入运输机装饷 尽管找回了相当多的车辆 警方目前还没有进行任何代付行动 但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中 安省终止无医保医疗服务 安省医学协谴责省政府计划终止 为没有医保的人提供医疗服务 并呼吁政府延长该机会 协会主席业务 政府24日通知 为无保险人员提供的医生和医院服务 将于3月31日结束 政府的决定将伤害边缘居民 他们已经面临额外的社会障碍 如果计划结束 他们将不得不依靠医生的善意 来获得医疗保险 协会希望政府暂时延长这个项目 并制定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 以满足没有保险的居民的医疗需求 安省医生厅证实 该计划即将结束 该计划是在新冠大陆性期间 为居民提供的这次的一项措施 结束该计划将资源集中在其他地方 特朗普抨击拜登访问加拿大 美国总统拜登与杜鲁多24日结束会晤 并发表联合声明 不过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吟说 加拿大与美国两国之间存在的可怕的教育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宣布参加2024年 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后的第一次集会上 他对支持者说 我和杜鲁多打过交道 他们在贸易上对我们很重要 我正关注拜登与杜鲁多的不同交易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但对加拿大是很有利 我看到拜登和杜鲁多以及其美丽的妻子 都在富丽的一婚庆内欢笑 杜鲁多夫妇认为这样太棒了 因为可以蒙蔽拜登的眼睛达成交易 我永远不会达成那些交易 此外特朗普在眼神中说感谢中国 以后他该口说感谢加拿大 6年7月涨票价 川斯林克从省政府获得4.79亿元资金 以帮助稳定的命运达之后 预计将批准提高大北英华地区公共交通的票价 川斯林克董事会计划在3月29日的会议上 又适度加价进行投票 工作人员建议董事会投票算成这一件 如果涨价建议获得批准 从7月1日开始 该系统所有用户的单区出行费用将增加5分 单区旅行的常用票价将涨到3.15元 而Compass卡的用户票价将涨到2.55元 日票月品西洋快吃和多需票价将增加 每次旅行约到5或10分钟 汇率和天气预报 3月26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497.2元人民币 明天3月27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零下4度到6度 多云多伦多 零度到4度 月转雨 温哥华4度到12度 少云 贵北克零下2度到4度 雨转多云 卡尔加利零下12度到零下4度 消息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时再见